司圣耀并没有注意到 他埋在阴隐之中的 脸庞上猙獰扭曲的表情 听到他率先跟自己道歉 还内疚地低着头 心里最后一点的不满也散开了 拍了一下他的手臂说 我知道洛尔的性格 他从小性格就要强 要什么一定要 男主啊和你辛苦了 爸你说什么呢 洛尔性格挺好的 很真实 真实的蠢的就跟猪一样 司圣耀欣慰他随时都不忘记 为自己保留面子 明雷一下嘴唇提点他 洛尔的性格 虽然是被家里人宠得有点偏 但是他很适合你 江家这一代就他一个女孩子 他哥哥以后肯定会帮他 你现在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他是你最好的选择 幸好他也喜欢你 所以志豪啊 有时候他如果让你不高兴的地方啊 你一定要让着他一点 女孩子嘛 多哄哄就好了 待会儿你记得买个珠宝回去送给他 今天江洛尔吃了那么大的亏 还丢了脸 以江洛尔的性格 肯定会牵怒在司智豪的身上 他担心江洛尔一时气不过会毁昏 司智豪再想找上一个 像江洛尔那样家世强悍的人 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知道 吧 司智豪点了点头 忍住心里的不耐烦 我回去之前会去挑选一个洛尔喜欢的礼物 女人嘛 在床上哄哄就是了 两个人正在说话 苏义九和普拉达他们就走了过来 司智耀下意识地收起自己的手 拉开和司智豪的距离 问苏义九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怎么电话都没打一个 突然就过来了 苏义九对这个男人早就没有感情了 面对他类似于质问的话 淡淡地抬了一下眉毛 我也是司室的股东之一 我来不来是我的自由 好像不用跟你汇报吧 倒是你 下一次记得把你的尾巴藏好一点 不要再露出来了 我不想管你在外面怎么样 但是威胁到尘儿 那我就只有跟你翻脸了 他说的是今天瓢男主跑来的事情 司智耀几十年来都和他相处 他都是这副高贵的样子 不管说什么话 都会给人以生气凌人的错觉 一点都不知道给自己的男人留点面子 他的面色一阵变换 扮上才隐忍地解释 今天是个意外 他是被人拖来的 洛尔丫头的性格你也知道 你放心 我都会跟他们说清楚了 他们不会做威胁尘儿地位的事情 苏一九扯动了一下红唇 对他的承诺不置可否 我不管他在你们面前怎么承诺的 我只知道今天要是我不来 他就已经站在台上接受媒体的采访了 要不是江洛尔想要打击他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及时地赶到 那个女人早曝光在了媒体之下了 一旦那个女人被外界的人知道了 会怎么写尘儿 他眯起眼睛 嫌恶地扫了一眼 面前被那对母子耍得团团转的男人 冷冷地说 帮我转告那个女人 这一次就算了 下一次她要是还敢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我会让她的儿子 从私室彻底地滚出去 连扫厕所的位置 他都别想碰到 斯志豪脸色骤变 猛地抬起头 愤恨地瞪向了苏一九 恰好 苏一九也在看她 对上她愤恨的目光 保衍得意地脸上波澜不惊 冷静地 就像是知道她在背后密谋着 要取代自己一样 斯志豪在她压迫感十足的对视之中 狼狈地败下阵来 率先地别开了头 掩饰着自己心里的不甘 苏一九本来没打算跟他们撂狠话 只是看到斯圣耀还相信那对母子岁月静好的样子 忍不住警告了一下她身后的斯志豪而已 她说完 也懒得管斯圣耀怎么想她了 她侧过头笑着对普拉达说 普拉达女士 我们走吧 OK 普拉达对别人家的家事没有兴趣 只当是刚才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 跟斯圣耀打了一个招呼 跟着苏一九就出去了 等到走到大门口 苏一九送走了普拉达 再回过头 深深地看了林安心一眼 破天荒地没说什么 转过头 头痛地对着斯圣说 我的头有一点不舒服 先回去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 今天的事情太多了 你就别去公司了 休息一天吧 斯圣搀扶着她的胳膊关心地问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里面看一看 苏一九称挂地斜了她一眼 笑起来 我又不是水做的 就一个小感冒而已 懒得去医院 你放心 我已经让家庭医生帮我看过了 药也开了 等回去之后 我吃了药睡一觉 那好吧 药还是不舒服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斯圣知道她的性格要强 没有强求她去医院 知道了 苏一九拉开了车门 在上车之前 还是朝着林安心看了一眼 说道 林小姐今天的表现 让我刮目相看 都让我好奇起 你还有没有其他我不知道的惊喜 好了 我先走一步 不用送了 她坐进去 立刻就拉上车门 吩咐司机开车 车子急迟地离开了他们的视线范围 等到车子开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之后 挺拔的男人抓住他的手 牢牢牢地包裹在他自己的大手里 声线低线地说 声线低纯地说 你认识 你认识普拉的 之前真的是太惊险了 他都担心 他冲动上了江洛尔的当 没想到 他居然把普拉的叫来了 漂亮地反击了江洛尔 说实在的 别说他妈感觉到惊讶了 就连他都开始好奇起他身上 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小惊喜 林安心放下了水杯 眨巴了一下眼睛 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移坐 认识啊 恩恩介绍我认识的 之前普拉大集团 不是要找亚洲的代言人吗 恩恩就想帮我拉一下线 就约了大家一起吃了一个饭 之后就认识了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 他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林安心仰起头 白皙的面庞上 皮肤好得没话说 完全就不像有一些女明星 化妆和卸妆就是两个人 因为我没有拿下代言啊